大家好 青椒炒鸡蛋好多人都做错了 到底是先炒青椒还是先炒鸡蛋 今天大厨教你正确的做法 做出来好看好吃 非常的下饭 首先把青椒去地 然后把青椒切成细丝 青椒丝不要切的太粗 也不要切的太细 切的太粗或者太细都会影响口感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大蒜拍成蒜末 我老婆说的饿了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把面条煮熟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样给它拌均匀 撒上白芝麻和葱花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好吃 真的是太香了 好了 再准备一个碗 往里面打入五个鸡蛋 加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 再加少许的白醋去腥 然后用你的右手把鸡蛋搅散 搅散之后备用 把锅烧热不要加油 直接下入青椒丝 将青椒炒干水汽炒出辣味 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盐 这样炒出来的辣椒爽脆清香 闻到辣味之后出锅备用 接着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倒入鸡蛋液 把鸡蛋炒至凝固后 把鸡蛋炒散 然后把鸡蛋炒香 炒香后产出备用 再起锅烧油下入蒜末炒香 蒜末炒香后倒入青椒丝 稍微翻炒几下开始调味 加入鸡精和生抽 然后翻炒均匀 把调料化开 接着放入鸡蛋 大火翻炒几下 炒出即可出锅 一盘非常美味的青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清脆爽口 开胃又下饭 再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 喜欢就再压试试吧